創新科技署的科技圈 資助合資格企業和機構使用科技 提升生產力或協助他們 就業務流程升級轉型 每間企業或機構 最多獲獲60萬港元的資助 申請企業或機構 必須沒有上市 並沒有接受政府經常資助 我在以往安排長者狐狸服務的時候 是要將申請表的資料入到電腦 又要人手配對合適的醫護人員 以及製作服務的日程表 往往要用很多的時間 又有出錯的機會 用了社區接顧服務管理系統之下 電子化的申請表及環保 又省入資料的時間 系統會針對校戶要求 而自動篩選合適的醫護人員 方便同時整理服務的日程表 另外,醫護人員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簽證和更新工作紀錄 令我們可以即時掌握同時的出勤情況 以前街坊來取衣服的時候 我們都是跟單據號碼去找 有時店舖的衣服太多或錯亂 就要用很多時間去找回衣服 如果有些衣服要送去洗衣廠乾洗 交收過程就更加容易出錯 自從用了這個洗衣店系統之後 我們可以很快找到衣服 例如磅洗 每個洗衣袋都有個專屬的RFID標籤 只要掃描貨單的條碼 就可以找到對應的洗衣袋 而系統亦都有送去洗衣廠的衣服的交收紀錄 令我們容易追蹤衣服在哪裡 和交收的時間 以上的公司都是透過科技圈的資助 採用了適合他們的科技方案 改善公司的營運 科技圈全年都接受申請 而且程序簡單 只要在網上填寫一份簡單的表格 和上載所需的文件就可以了 想知多些 上我們的網站 tvp.itf.gov.hk 看看吧